我們在這個位置看出香港製避風塘 其實可以看到對面整個香港仔的景觀 這個避風塘一般都比較優靜 其實我們可以從田灣一直到黃竹坑 當中包括石排灣和香港仔都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前面這些船 其實往返香港仔只需要幾元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魚販 有時都會將他們的魚鑊拿上岸 會被人賣 亦有不少市民莫名如理 知道鴨利洲有很多新鮮的海鮮 在我們身後有個市政大樓 裏面有個熟食中心 不少市民都立即買 立即拿上去煮 立即享用 鴨利洲基本上都可以說是一個小島 經過鴨利洲大橋 我們會經過深灣圈 再入一些會有南灣 亦都去到末端的地方 我們會見到有海宜半島 貴圍本港十大南丑屋苑之一 海宜半島共分四期 由三十四座合共九千八百一十三個住宅單位組成 沙面環海是它最大的優勢 在海宜半島看出去是東博烈海峽 其實再望遠一點就會是南丫島 其實環境都相當清淨 亦都吸引了不少打工仔入到海宜這裏住 其實海宜半島主要兩邊商場 西翼商場這一邊就會比較接近紋身一些 多些零售和餐飲業 而東翼商場就會是醫生、補習社那方面會比較多一些 沿海旁這條利南道一直走下去 你會見到昔日工業用地 前利南道駕駛學院亦都坐落在這裏 我們身後面這個地皮 其實在2017年初的時候 已經由龍光天投以168億投得 除了地面的平均尺價 可見面積的平均尺價 都超過二萬二千元一尺 以目前來說 我們在南區裏面的四房單位 普遍成交尺價都是貼著四萬元左右的價錢 這區樓價一直追落後 地價托穩樓價之外 亦都因為南港島線通車之後 改善了區內交通 坐兩個站就已經來到黃竹鄉 現在上蓋基本最少都會有四千元 在將來會陸續供應 在將來的時間裏面 那個商場亦都會開通 商場面積超過五十萬呎 相信都會是南區好觸目的標準 其實我們都見到很多商客 已經陸續落定 亦都引進了很多不同的 國際大的機構進駐 在黃竹鄉這個區域裏面 都會見到可見的將來 租金會有所提升 住得鴨利州 當然還有一批家長客 只因這區國際學校特別多 其實搬到鴨利州 很多家長都是為了校網而搬進來的 包括我們身後有新加坡國際學校 區裏面亦都有雲納國際 維多利亞幼稚園等等 都是吸引不少家長進駐 我們在這個港島南區 我們在進去內地下部 裡面可以看到 市民運筆 我們在他身邊的 國際學校 會不會之間 我們在村船內 但是沒有 這個我 這是 國際學校 會不會的 公開 是 馬來 不